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里是猫眼看数码 我是数码猫 近年来扫拖一体机器人 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标配电器了 它的确可以节省我们很多日常打扫的时间 不过市面上传统的扫拖一体机器人 通常仍然主要针对扫地 拖地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单一 尤其是墙边墙角以及触碰等 油物比较严重的地方 拖地效果往往不如人意 而这一次由石头科技带来的 自新节扫拖机器人P10 Pro 就大大加强了拖地能力 带来了诸如动态机械臂编拖 动态热水负气等实用功能 在拖地体验方面有了明显的提升 首先照例还是开箱 石头P10 Pro的安装十分简单 将基座放在家中合适的区域 安装基座底板 连好电源线 然后将P10 Pro本体放在基站中 它就会自动开机了 包装里还附送了一瓶200毫升的进阶液 一个一次性承袋 另外基站内部也已经安装好了承袋 所以一共有两个承袋 如果是新装修或者拥有专用位置的用户 还可以选择更加方便的上下水版本 从整体的外观来看 石头P10 Pro的设计相对紧凑 它的基站连同机器人的宽度为340毫米 高度为521毫米 因此可以放在更加狭窄的空间 摆放更加自由 基站顶部是一个清水箱和一个污水箱 清水箱的清水用于清洗脱布 以及外机器人内部的水箱补水 每次清扫完毕之后 机器人回到基站就会自动进行清洗 所产生的污水则会被收集到污水箱中 所以平时我们只需要根据提示给清水箱补水 或者清到污水箱就可以了 不用手动清洗脱布 石头P10 Pro增加了一个热水洗布功能 可以用最高60摄氏度的热水来清洗脱布 因此就算是厨房的油渍污渍也可以清洗的十分干净 而在清洗完毕之后 基站底部会吹出45摄氏度的热风 最快两个小时就可以将涂骨烘干 从而避免产生异味 另外它的基站清洗盘是全拆卸式的 内部的零件基本上都可以拆下来维护清洗 买入式的上管设计 可以直接抽取盘面上的水 从而减少了残水 再配合烘干功能可以有效减少异味 基站中间还有一个2.7升容量的陈袋 正常家庭的清洗环境下 大约可以使用65天 也就是一年只需要清到六色垃圾 而且这个陈袋采用了12级过滤材质 对灰尘粉尘等过敏源的过滤效果可达99.5% 很适合过敏人群 且有抗菌效果 陈袋装备后只需要握住把手 用力一提就可以将其拿下直接抛弃 然后换上新的时代就可以继续使用 它的内部有两个风机 因此极震率可以达到95% 正常情况下就没有必要清到机器人内部的陈盒了 再来看石头P10 Pro的本体 它的正面与石头家族的其他机器人一般相成 顶部的凸起部分是它的激光传感器 用来实现精准的定位以及规划地图 掀起盖板可以看到陈盒 可以手动清理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通过集成功能实现自信节 它的前部内置了丰富的传感器 支持毫米级的精准测距 还有一颗摄像头可以用来AI智能识别物体 绕开障碍物 也可以用来视频通话和家人与宠物交流 下方还有一个白色的LED补光灯 因此在黑暗的环境里也可以看清地面 石头P10 Pro的底部和传统扫脱一体机器人相比 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它的正宗依旧是主刷 采用了全TPU材质 十分结实 而且耐磨 它的刷尺采用了五长五短的设计 可以降低阻力 也比较适合在地毯上使用 这种阿基米德斜向螺旋的设计 也可以有效减少毛发的缠绕 从而降低维护清理的次数 当主刷吸入大尺寸的雾底时 会自动反转将雾底吐出 避免卡住爆错 另外主刷模组也是浮动式设计 在遇到门槛或者使用拖地模组时 会自动抬起 不与地面接触 石头P10 Pro采用高速双螺旋脱布 两块圆形的脱布通过磁吸的方式 安装在机身底部 拆装都非常方便 它们可以用最高200转每分钟的速度旋转 再配合大水量 拖地效果也更加干净 另外它使用的是雪尼尔抗菌拖布 三层加厚设计 对污渍的吸附力强 长时间使用也不会展成异味 拖布与支架通过魔术贴固定 长期使用后可以拆下清洗或更换 拖布下方还有一个动态机械臂 在靠近墙边的时候 机械臂会自动伸出 从而更好的对墙边墙缝进行清洁 做到不了死甲 通过实际的扫夺测试 可以发现 它的主刷在经过低面的时候 基本上可以将散落的果壁止穴 人的毛发 以及动物的毛发清扫干净 最大700帕的吸力 可以拔除地毯 地板缝隙中的灰尘 而在遇到墙边的时候 它的动态机械臂就会自动伸出 极限贴边距离小于2毫米 边角脱壁覆盖率大幅提升 而在遇到障碍屋的时候 又会自动收回 防止磕碰 石头P10 Pro的拖地模式 支持30级水量自由调节 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 来设置拖地时的水量 实色在经过脏屋地面的时候 通过一次就可以擦洗得十分干净 不仅不留痕迹 也不会污染到其他地面区域 它也支持安静拖地模式 噪音更低 在遇到地毯区域的时候 拖地模组会自动升起10毫米 从而避免打湿地毯 它也能够识别宠物 并且会自动进行避让 当拖完房间之后 机器人会自动回到基站补水 并清洗脱布 此时基站会在清洗脱布时 对污水进行脏污检测 如果发现污水比较多的话 就会判断为重污区域 此时石头P10 Pro就会自动返回复托 基站也会智能判断脱布的脏污程度 如果脱布过脏的话 就会自动反复清洗 并且边清洗边检测 智能延长洗布时间 增加洗布水量 避免二次污染地面 清洗完脱布之后 P10 Pro就会开始集沉 它会根据清扫的区域 自动调整集沉时长 也支持智能快速日常超长 四种集沉模式 我平时就选择默认的智能模式 每次集沉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集沉后打开机器人内部的深合 会发现里面的垃圾 全部被吸走的一跟二G 集沉完毕之后 石头P10 Pro就会自动进入充电状态 用户还可以根据实际 来设置夜晚谷底充电 充电时 机站会自动使用45摄氏度的热风 经过至少两个小时来吹干脱布 防止意外和细菌滋生 通过实际测试 可以发现 切洗完毕 并且完全烘干的脱布 还是非常干净的 摸上去也非常柔软干燥 总的来说 这款石头P10 Pro 升级了旋转脱布和动态机械臂 从而实现了极限贴边拖 很好的解决了 普通扫脱一体机人 容易遗漏墙边墙角的问题 另外 动态热水负息 以及脏屋检测功能 也解决了厨房等重屋 区域脱不干净的问题 另外 它的AI动态避障 凭借杰克光与RGB摄像头的结合 可以识别20类62种物体 大大提高了日常的清扫效率 内置的摄像头 还可以实现双线交互 出门在外 也可以看到家中的宠物 G100P的大吸力 以及防长热浇刷 非常适合清理地面上的头发 和宠物毛发 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 我个人感觉 这款石头皮士Pro 凭借着如此周全的功能 与强大的性能 在4000内的价位里 确实非常能打 称得上是扫脱机器人中的大杀器 如果你要想省钱 又不想在功能上取舍 那么石头皮士Pro 一定是你的好选择 好了 这次的心情体验评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众与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